本集会看看这个由本地大学团队研发 外形似背包的测量仪器 如何帮助提升测量效率 另外看看新一代VR眼罩 在解决玩VR头运不息的表现是如何 可能大家想不到我在读测量出身 虽然最后没有入行 但是现在出去拍摄要拿器材和脚架 都会想起当年做户外测量的情况 记得当年学户外测量会一行三个人 过程里面要不停又砌又拆又搬一些测量器材 真是小对手都不行 最近有大学研发出一种变攀式测量仪 等我还有机会参与一下 一起看看 今天的任务是要在社区进行测量工作 地点是有不少旧建筑的红磡区 不过教授知道我不是测量师 所以他派了他团队的同事浩东 和我一起出动 你好 你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教授让我准备的测量背包在这里 里面有面纸、有散、还有那个… 我想你误会了 教授让我们准备的是这一款 三维移动测量背包 和一般做土地测量 要带齐测量仪 三脚架很不同 这次他只是就这样背着这个 其实是一个测量仪的背包就可以 首先在穿带的时候 一定要扎紧扎带 减少背包的晃动 然后在背上之后要检查电量 要确保电量能够满足这次测量任务 然后第三就是在设备启动之后 要检查数据是否都正常接收了 检查过仪器运作正常 浩东就开始进行测量工作 地点是这一段黄埔街 它背着重近十公斤的仪器 在这条街内回行了一次 就事意完成测量 那就完成了 对啊 但这些我都看不懂啊 那你去问史教授啦 那也好,谢谢啊 史教授,刚才浩东帮我 完成测量的工作了 但我看不明白数据 哦,结果就是这里了 你看到3D的建筑 路和建筑 用我们的背包 读量到那个三层的建筑 所以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旧的楼 可以用这个路口 一直做3D探索 就可以把三层的建筑 不单是在楼上 两边的建筑 我们这个情况 最关心建筑的形状是怎样的 甚至建筑的细节 这些外面的楼上 也能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做3D楼上的方法 可以看到的结果 所谓3D楼上的三维制图 是土地测量其中一种方法 日本来说,测量人员 会用地面雷射素描移 采集这些望络一点点的点云数据 之后再回办公室进行电脑运算 计算到每一点的XYZ座标 然后制作出建筑物的3D模型 不过由于素描仪是利用 雷射光彩集数据 当现场环境像这个平台一样 有花圃和种植物 就会阻折雷射光素描 所以如果要清楚知道 这个地方的三维数据 就要重复在建筑物的不同位置 设立仪器 虽然每次素描 虽然只需要5至10分钟 但如果空间大 障碍物多的话 就要花倍数的时间 和功夫才能够完成测量程序 留意到传统测量方法 比较乱俊和省事 专研究空间大数据分析 和定位技术的市民中 和他的团队 就决定要简化传统测量工作 我们这个背包的装备 它是比较方便 是这样就背着它 好像背囊一样 不同的地方 例如身内 不同的地方 障碍物或比较狹窄的地方 都可以去到的 身外 有些地方很难去到的 我们人走进去 就可以遇到衣服 去测量了 所以它比较方便 虽然背包和传统测量仪一样 都是用雷射做素描 但很不同的是 背包额外安装了一个全景摄影机 除了建筑物结构座标 还可以一次过拍摄 例如是墙壁颜色 物料等 属于非结构的图像资料 不需要另外用相机做记录 这是大致知道 窗户在哪里 门在哪里 大致都知道 但它不是一个一个物件 譬如说 在这里 譬如这里是门 我知道这儿是门 你可以把这个 譬如说 你需要它的比较 这里可以帮你 外出出来 另外 无论是室外 还是室内做测量 会因为阴天 又或者是 周围建筑物外墙等因素 影响GPS信号接收 令到仪器没办法精准定位 但这个背包就采用了Slam 这种定位技术去解决 有时你比如室内 或者是外面 有栗的盘子 或者在街道很窄的地方 其实就收不到 GPS信号收不到 所以就需要 类似这样的 处理的技术 我们就用了一个 叫Slam技术 这个技术就是 首先检查周围的环境 检查之后做准确 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就知道我的位置 不过用GPS才知道我的位置 我拍照就拍到周围的环境 然后反过来计我的位置 都是另外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就叫Slam 背包虽然可以做到快速测量 以及解决定位技术的限制 不过它们的仪器精准度 只是去到尼米级别 比传统仪器达到毫米级别要低 但就适合用在前期的规划阶段 不少旧式楼宇的建筑图绩不齐全 也可能会有浅建物 间隔改动的问题 市民中说如果因为背包 能做到简化测量的工作 令到有关部门有诱因 为旧楼整合齐全的建筑资料 当有大型事故发生 救援人员就可以更容易统筹拯救计划 消防员进来之前 就知道3D地域 譬如这个建筑里面 知道这里有避免可以逃生 这里在建筑里面是怎样的 如果我教火之前 如果有这些资讯 消防员过来就更方便他们教火 有时候估计所在的位置 都是位于比较难接收GPS信号的 偏远地区 加上测量过程中 要尽量减少人对估计的影响 甚至是破坏 他们这个测量仪器 除了没有信号的限制 因为不需要用到三脚架 也会减少外物对估计结构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有个很古老的教会 我们需要知道它的三个秤的状况 如果没有彩 Sieが烧毁之后 例如巴黎的教会 如果用这个技术来掮取的数据 那你会担心的数据 在重建的时候便有数据 基于这个旧模特 你可以提供到一样的点 他们未来随终会继续优化仪器的系统 也会从使用者有线设计入手 例如是调低仪器的高度 以增加测量员活动的灵活度 同时也会加入防水功能等等 以方便就算是在下雨雨的天气下 仍然可以继续进行测量工作 VR眼罩不断推陈出身 最新的一代又有什么卖点 下次回来看看 带人来菠萝田不是来吃菠萝的 你给菠萝叶我看干什么 平时都是撕走扔掉它 这样想起来就会造成浪费 马来西亚有研究团队就想到方法 将菠萝叶的纤维转成生物复合材料 还可以用来做无人机的骨架 相比起一般用合成纤维 做的无人机强度更高 更轻身和便宜一些 最重要的是这些无人机 你以后要退役的话 埋在地上两个星期左右 就会自动降解 在环保方面都能出一分力 无人机可以飞到大约一千米高 差一次电可以用到二十分钟 它们说下一步会继续研究 提高无人机的载重量 将来加一部相机或感应器 就可以监察到农田的情况 一只飞机 第二只飞机 每一只飞机都是这样的 为何还要在那里看飞机呢 原来这只飞机是无人驾驶的 这一架飞机其实是用了一套 先进的自动飞行驾驶系统 系统是由美国三藩市一间初创企业 用了四年的时间研发出来 研发团队解释 普通飞机在空中飞的时候 才可以用自动驾驶模式 当要进行起飞降落 这些需要运用决策能力的部分 始终都是需要机师人手操作 而他们这一套系统 就真正可以做到全程自动飞行 直到连飞机师都不用 团队说现阶段的目标 是希望吸引专营货运的航空公司 采用这一套系统 同时也会和其他公司合作 继续发展自动驾驶技术 疫情令不少公司都更加接受遥距 甚至是虚拟办公 他们除了利用视像会议平台 部分亦都用到VR软件 以加强视觉解说功能 最近有生产商就推出新一代的VR眼罩 其中一个卖点 是令到看VR容易投魂的用家看得舒服 是否真的能做到呢 无论应用用于游戏 教育和训练 用家对VR产品所提供的临床感要求越来越高 其中头罩装置的设计更加是最重要的部分 新一代的VR头罩 除了解像度方面提升至5K 萤幕刷新率 即是每秒萤幕画面更新的速度 亦都提升至90Hz至120Hz不等 相对看电视 每秒更新画面30次流畅得多 可以减少动态画面 例如游戏出现残像的机会 新一代的一体机 小五所专为VR设计的CPU 它的运算速度就快了2倍 还有AI的运算能力都高速了11倍 这个可以令到用家更加在逼真环境之下 体验到沉浸式的VR效果 除了规格提升了 厂商亦都考虑到企业多人共用头罩 有机会产生风险和续航力的问题 所以新一代的头罩 就改用了可拆式的配件应对 由于疫情关系 现在多了人使用虚拟的环境 来做一些会议和一些训练 所以我们在新的设计上 使用了可拆式的前后箭 方便清洁 尤其现在疫情关系 可以减少一些交叉感染的情况出现 另外在电池上方面 我们就应用了可拆式的电池 在这方面的话 在虚拟环境之下 可以长时间来使用 另外 因应每个人的眼距都不同 新一代的头罩 可以调教的眼距幅度 比旧版更阔 由57至72毫米不等 由小朋友到成人用家 都可以照顾得到 减轻因为萤幕和瞳孔位置偏差 而令影像变得模糊的问题 我又想问一下 现在新的这款VR头套 除了商业用和娱乐用之外 如果我想看一些艺术品 有帮助我呢 这方面我可能要问一问凯凤 那我们不如跟他开个会 新一代的头罩有VR多人会议服务 进去之前 用家可以用附设的APP自拍 自拍的影像 会做出和自己相似的3D人像 代表自己进入会议 会议最多可以同时有30人参与 可以再入不同的3D模型自由组合 如果与会者想在会议期间 和个别的与会者私下交谈 可以用私人语音对话模式 其他人像就会变成灰色 代表他们听不到私人对话 当你开会的时候 有需要跟一些其他 有些参加会议的人 有些对话的话 就可以透过这个功能 跟他先做一些沟通 才可以做一些表达 好像你上课的时候 偷偷实施聊天 那里完全是隔绝了 就是一个丝密的对话 另外一些人就不会听到 你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 虽然在解决戴VR头罩 带得内头云这个问题方面 新一代的头罩只可以透过 例如调校眼距 AI动作最终等的设计 有限处理到 但是有大学教授 就在头罩萤幕方面 已经做出新成绩 VR AR可以用两个 还可以用OLED或LCD 用OLED像这个 它的尺寸很小 就像这些那么小 看出来效果不够好 如果用大的 譬如这些手机那么大 速度就不够快 所以最大的缺陷就是 LCD不够快 1994年 郭海诚在科大成立了 一间专门研究显示技术 与光电子技术的实验室 他解释 一般人玩VR玩得内会头云 其中一个原因 是头罩萤幕画面 更新的速度不够快 当用家用眼睛追踪景物的时候 大脑的视觉神经系统 会因为荧幕画面根深不切 出现眼睛 与大脑期待的画面不协调 虚拟世界上 头移动 例如你想看一些不同的东西 那个影像 与你的人的移动不配合 就是有一个齿间相似 令到头会暈 带得多就会作嘔吻 因为现在VR AR 其中一个最大的应用 就是给一些老人家 治疗的老人家抑郁症 尤其是老人家 更加要对这些头云 或者带起来不舒服 这是很重要 郭教授其中一个重点研究项目 是铁电液晶FLCD 他表示铁电液晶 更生显示内容速度更加快 可以微補OLED 或者LCD 荧幕更生速度的不足 铁电液晶的速度很快 所以我刚才说了 可以解决了练度的困难 因为FLCD的速度是 我们称为微米级 微米级 普通的液晶是10毫米 所以我们是快成1000倍 因为它本身的液晶不够快 所以它利用提高标准率 令它可以有快的效果 例如我们一般是60Hz 现在新的显示器 有标榜120Hz 那可以快一点 那这个是一个… 有些是用电子来微補 那个光不够快 那我们是直接将液晶加快 就算60Hz 也可以有很快的效果 铁电液晶除了可以用在VR眼罩 因为亮度高 也可以用在车窗挡风玻璃的 投射显示上 教授表示 现时已经有公司商讨 采用他们的FLCD做VR产品 他估计商品化衰时一至两年 打机课金 可能不少朋友都试过 因为可以令玩家在游戏里 获取更多更好的武器和角色 这些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的资产 可以如何有效管理呢 最近腾讯获内地政府批准一项 承计数码资产方法的专利申请 与现实世界差不多 确定玩家过世之后 玩家在生前委托的继承人 就可以进行申请继承遗产 只要通过特定的鑑定程序 包括有合法的数码签名等等 最后司法机关 就会发出数码印记 遗产就会自动过户给继承人 除了腾讯 苹果早前都发布数码资产计成功能 用家可以指定一些遗产管理人 在离世之后 让他们接管账户资料 和为某些装置解锁 这些举措都反映 虚拟资产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 每个城市的地底都有大量的管道 要逐一检测非常免费 下个礼拜看看一种新技术 如何帮到手 提提大家 如果是重复方面也好介绍 电邮给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